这种态度的策划要是在酷落 明朝早就死在那个千疮百孔的开服版本了 我就这么告诉你 我在明朝这边遇到bug 做成视频去喷策划 明朝会立刻安排热补丁修复 并给予相关补偿 比如上版本的剑星石头bug 和银铃测试符的少主文案剧情 我当时直接指着文案策划的鼻子喷了 明朝没有像米一样把我的视频下架 并拉黑所有收入来源 比如创作激励 而是在银铃登陆正式符的时候 修改了所有令广大玩家不满意的剧情 再看看某些游戏一意孤行 一副爱玩玩不玩激温的态度 摆明了要和玩家对着干 某家宁愿花重金去垄断博主 也不愿听取玩家的意见 去改变去道歉去挽留玩家 把自家社区活跃一千多天的老玩家 称之为机器人 其中用这种混小视听的方式 把装死尽情到底 这说明什么 说明他打心眼里觉得自己没错 是我们这帮没吃过细糠的山猪不懂得勇者的纯洁之魂 这波是策划在致敬传奇训狗大师潘红 但原神策划和潘红的最大区别就在于 潘红他不会故意把恶犬放出来 因为他知道恶犬可能会伤害别人 原神策划就不一样了 他巴不得让自己训出来的中犬八宫 去大肆分解这帮指挥复制粘贴的机器人 哪怕这机器人曾经在百万塞尔达运动中帮助了他许多 他也不会记得你的一丝一毫 因为机器人现在阻碍了他的财路 阻碍了他的造神之路 那么请问一款游戏中有这样的害群之马 各位玩家们还有玩下去的必要吗?